我在KC杯遇到一個超扯的一個這個怪獸 各位好我是玩熊哥來分享給各位 對 對那又遇到彌賽我這我已經對彌賽的這個角色已經有點有點小厭惡了 對我來分析一下給各位聽我來這個當一個公道伯 Limpsile有兩個技能一個是展示手牌剪等級8之後還可以特招 然後另外一個是從這個牌組外直接剪神殲魔法或者是反制陷阱 然後這個技能我覺得這樣設定我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你不能你不能讓他可以用兩次啊 這這很扯對就是我好不容易擋掉過他的強大攻擊後我終於存活下來 或者是我又我被對方反制掉了我也沒辦法展開了 然後結果 喔終於這個苟且活到下一回合然後準備後我反擊的時候 然後沒有打死對方就對方又可以再展開一次 對然後銀河眼又很可能可以搭配很多很強的阿爸超亮 對然後一直打不死 對然後還可以升接 對而且 這是第一個 這個技能我覺得頂多給你用一次你撿到牌你不能再撿第二次 幹這太扯 然後第二個是 你這個技能 他有分兩個就是A跟B嘛A就是撿 撿等級8的怪獸 B就是撿那個魔線嘛 你不能一回合撿了怪獸又可以又可以換到魔線 對這這這很扯這真的很扯 對 我不知道講什麼就是難怪這個這個牌會T0 對 那我相信這個KC杯之後應該會給我一個公道 對一定會被砍 百分之百 對好 那不廢話了我們繼續 好對方一個核球 然後再下這個太陽什麼什麼小的那這張可以被視為等級8 然後你看反回手牌又撿了一張 然後還是可以特招下來啊 所以你等於說 兩個技能都爽用啊 這樣是等於怎樣這等於是賺兩張牌 賺了一張怪獸卡又賺了一張魔線 幹這很扯 然後第二回合兩個還可以再用一次 好對方直接跳銀河衛龍 好超亮召喚這一個銀河眼時空龍 然後 我完全不想看這個動畫已經看到你了 然後蓋三張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他把 蘇弓魔法卡 他要把這個 反制陷阱蓋到台上 理論上應該拿在手上 對 然後 像這一種很容易賺牌的 或者是這種後台蓋滿滿的 Dulings的現在的牌大部分都是這樣發展 就是你前 你這張定場怪很強 還不行 你後台地也要蓋滿 對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很常遇到 這個台上定一堆 就手牌還滿滿的 之後 然後後台還是可以繼續爽蓋 對 所以Dulings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脫離 就是 前場 前面放一個蠻強的怪獸 然後後面三個蓋滿 對 所以魔線還是 還是很重要 好 那一個斬擊者 然後拉一個驅逐者 然後直接超亮召喚 光子暴龍 讓我故意選用這個三作為技能 就是讓我的攻擊打到2000以上 那只要攻擊2000以上 我這張卡就不會被指定 也不會被笑破 然後 這張卡又可以讓2000以上攻擊的怪獸 不會被笑破和指定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全場基本上我都是ok的 我都是不會被 就是有兩種抗性 好 那特招 然後我這裡我要用希望皇霍普去解他 我要上這個升階 變成電光皇 對 然後我電光皇打過去的時候他是沒辦法開母線的 所以他也沒辦法反制掉我 對 但沒有想到他這時候發動了這張 這張卡的效果 銀河魏龍的效果 這張卡的效果這他媽超扯 對 他的效果是 在我方或戰鬥 對方的戰鬥階段 將場上目的的磁卡除外 將我方場上原本種族屬性為龍族光屬性的number 超量怪獸作為對象 在戰鬥階段結束前 我方受到的戰鬥傷害減半 對象怪獸攻擊力變為 該怪獸持有的number數量乘上100 什麼意思呢 他的 number是107 那107乘上100 就是10700 所以這張卡攻擊力達到10700 根本解不掉啊 後台又有反制陷阱 好我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他 閃那個數字閃一下就跳掉了 不知道是 時間太短還是怎麼樣 那我有截圖 這個10700呀 這個那時候在打的時候 靠北 這傻小啦 這根本就 因為我我也沒辦法用銀河炎打過去 因為銀河炎打過去一定會被他反制掉嘛 對 雖然我有效破抗性 那 我被他反制掉的話 我的效果就無效化了 那無效化的話我就會直接去自殺 對 然後我也 不能用電光黃打電光黃攻擊就5000 對 所以這根本我就只能 只能這個這回合就空過 好那我們就繼續 好那對方 我開一個堅持掉底 你看果然被反制掉了 幹他媽的 好 那最扯的最扯的就是 沒辦法開效果 然後我還增加他攻擊力 我在幹嘛 白癡喔 好我們把他特招起來 結果還有天龍血域 你看 後台蓋滿滿 還有可以保護的 馬的雞八 好我只能蓋了 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很 這個超扯的技能的點 你看喔 剛剛已經用過了 現在又可以再用技能了 等一下他又要用技能了 來 來時空龍支配把他返回到手上 你把他彈回到手上 其實也是增加你手牌的資源 重複利用這個效果 這也很扯 對 然後你看就直接撿了一些升階魔法 然後特 跳下來之後 然後直接升階 超銀河眼 然後又再用一個時空龍支配 又展示然後又再撿 所以他總共 請問他總共鑽了幾張牌 他總共鑽了四張啊 兩張魔線兩張怪獸 然後我個人覺得 他可以把怪獸返回手牌 再重複利用 這也算是一種鑽牌 對因為 因為 你把他返回手牌 雖然鑽了一張魔線 好像場上少了一隻 但是他本來就可以跳下來啊 所以這個 到底在幹嘛 這技能到底在衝阿小 好那我現在沒辦法亂開 因為我一定要完全 電視掉底完全把他清掉我才能贏 對那就沒有想到他就跳神龍騎士 那這個就沒辦法一定輸啦 好所以我就被幹爆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KC背後 這一個T0的技能 我是覺得應該不太 呃 怪獸可能會限 但是應該 主要應該還是限技能 因為這個技能是扯到一個誇張的一個技能 好所以我要來去吃拉麵了 對 那我 我記得 這個技能是幾兩次嗎 看一下 以下效果 每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絕對用中可以使用兩次 到底有沒有經過設計吧 對 你看那個快斗的星際的 他 他沒有到非常非常強 他都只能 就是先用A技能 下回合才能用B技能 對他都有限制 而且還只能用一次 那你像這個 各給你用一次 然後還可以 整個回合 整場就可以用 總共兩次 太扯了啦 我要來去吃拉麵了啦